一顆8厘米乘以6厘米大的銀色膠囊 比一枚十分澳幣的硬幣還小 卻讓澳洲政府忙到人仰馬翻 原來這枚膠囊具有色137 是劇毒放射性物質 原先放置在採礦儀器中 不料採礦公司出大包 關鍵膠囊竟在運送途中 不翼而非 每小時兩毫希弗有多多 相當於每小時拍十次X光 只要接近膠囊一小時 接收到的輻射量 就會超過人體一整年 所接收到的自然輻射量 時間一長 可能導致皮膚灼傷 或急性放射線症候群 也會提高利愛風險 澳洲舉國全力搜尋 出包的礦業公司也火速向民眾致歉 只是膠囊體積宛若一顆花生 大海撈針之下 恐怕永遠找不到 澳洲當局除了提高民眾警覺 也只能祈求好運降臨 近新聞先止見 林立衛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